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20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看中国网站 发表了一篇文章 非常有意思 也就是原首富 中国最有钱的人 这个黄光玉 入狱十年出狱了 实际上是半年前就出狱了 出狱以后先给一个假释 现在正式就是拿了一个 这个释放证明 我们坐牢的人都懂 这叫大票 怎么叫大票 你放的时候 你出去不得有个证明吗 证明从监狱放出来了 比如说写了这个讲语评 哪天哪月 经过这个监狱申报给这个 这个当地法院 法院裁决给予减刑 减多少当事减多少当事 现已兴满失忆 兴满失放 等等等等 盖个大红筝 我们的是囚徒啊 都把这东西就称为大票 盼着大票 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在2006年 1月4号本人是出来了 所以我很理解这个 黄光玉的心情 他比我时间长多了 你想 我是一年零一个月 他是十年 你想 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黄光玉出来之后啊 有意乎寻常的反应啊 我看到网络一个报道 我都想笑 他在2月18号 在这个发出一个集团内部的信件 就在集团内部发这么个信件 因为他集团的人很多呀 生意冷然在做啊 据说他太太很有本事 他入狱之后啊 太太 这个继续拼搏啊 把这个企业保存下来 这是一个本事啊 也是个好事 就是出来以后 内部有那些 内部网啊 内部的报纸啊 像这种企业都有媒体的 在这上面讲什么呢 大谈企业 爱国爱党啊 像共产党把他关到大牢了去了 他现在还要出来歌颂共产党 有些人就觉得不理解啊 实际上 有些人不了解一些细节 我可以推测 这是发现我自己下菜 为什么要在他出狱前的半年啊 这个几个月 就要给他假释 这就是中共玩司法 玩出个炉火存情 知道他反正要放了 不如赶快送个人情啊 这个还惦记着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过去 黄光玉影响是很大的 就相当于当年的马云吧 对不对 只是马云这个时代 是云计算 大数据 这个科技更发达 在那个年代 你讲黄光玉 那是国民电器 那人人皆知啊 很多人都非常追踪 都想知道黄光玉是怎么发家致富的 但是没想到总共 你想这个派系斗争啊 需要这么一个人垫背的 其实就是被利用了啊 利用他这个来去打击政敌 他自己稀里糊涂就进了大牢了 现在共产党放他 共产党很狡猾 他可以编一个理由 你看这个是周永康办的案子 周永康你看我们抓起来了 你不要冤党了 党还是好的 党是错过了 你党被这个周永康篡夺了 所以出了这个案子 现在你出来以后 应该拥护习近平 为首党中央 怎么样 怎么样 这个就是我那个 这个经历啊 这有一点点类似 当然我不是那么大老板了 他是大老板 我是一些书生文人 但是就像我那时候 有人跟我讲 你看这波形来不好 这党还是非常好的 你这受了冤枉了 可是你想一想 现在不是还没平凡吗 那不就是你党搞的吗 你黄光玉也是一样 你放你是心怀释放 假事 但是你并没有说 冠决案子彻底纠正过来 说是一场冤案 对不对 你最起码 你入狱 什么原因 什么理由 什么罪证 罪名 什么证据 你最后有一个公平的正义 对不对 这黄光玉也是 现在是刚刚就获得自由 完全的自由 我觉得他现在头脑 还是不是太清醒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还有原因是什么 他和我们不一样 因为我们就是穷光蛋 是不是 最多有能够破民财 就无所谓的事 这个黄光玉不行 黄光玉 你想这个资产是相当大的 在国内 对不对 你看这么大一个资产盘子 当然我现在没上网了 查着黄光玉的 国民现在的状况 我估计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等人是一笔很大的产业 他当然心疼了 他一看出来以后 现在这个整个的政治形势 变得比当年这个胡锦涛 那年代 胡温时代 江泽民时代还足 对不对 那习近平 那现在多么强势 你稍微一批就抓你 对不对 积走路线 道行逆逝 就民营旗下 个个都是紧若寒蝉 那一看来 行了 他是聪明人 党在监狱 把他改造好了 他也是变成了什么 像习近平讲的 明白言 都做明白言 也要明白了 绝对问得 这个党啊 出来就送养党 爱国爱党 守法经理 创业 创新 回馈社会的意义 承担起旗下应有的社会责任 讲这话 你想这谁相信这是真的 不可能是真的 你想 好好一个企业 忽然间 灌到监狱了 一下加了 三四个罪名 根据这网络的讲 在2010年 因非法经营罪 内幕交易罪 单位行贿罪 三罪并法 怕有14年 那当然了 他这案子 不是这习近平同志家搞的 是胡文搞的 所以说呢 现在说个人情 似乎好像讲得通啊 总共就是这样 党还是这个党 不断变名字 变新面孔 从邓啊 就变成江 从江变成胡 胡是一半 因为他是胡实力不行啊 胡完便得习 习现在这个权力拿到手之后 那肯定了 真敢说现在 他又放了 对不对 怕了14年 说是在监狱表现良好 那不表现好能行吗 对不对 不表现好 周六和星期天都要干活 那当然黄光玉又不太懂啊 不太了解 他们说好像在监狱里 医院里面好像当护理 你就当护理 星期六星期天也不能休息 也不能出去 一般把星期六星期天都夹在一起 攒365天呢 就给你报几个立功表现 减刑一年 这个我太懂了 我是正好专家 对不对 所以减刑两次啊 就正常了 其实他减的不多 那14年减两次 你看看那个 那个监狱法律的规定 对不对 这不算什么 说2006年6月24号起 进入假日考验期 这就是刚才讲的 6月24号开始讨好这个 这个黄光玉了 想利用黄光局 因为他毕竟知名度高 再加上他没什么大事 出来以后西想 这个正当年啊 也不是太老 共产党需要利用他做宣传 给这个广大的民营企业家 像马云章不服的 留一个光辉的榜样啊 看看 你在赶后我俩 这个鄙视鄙视 你听说我是 管火车站 管飞机场 我就再给你送进去 叫你像黄光玉 在这带14年 你说黄光玉这么高的 带14年这个样子 要马云的小提出来 进去 出来之后 那不整个就变成长条了 是不是 大家想一想 所以这个共产党 把这个 共检法四五二的鼓掌之上 把民营企业整的 人不人鬼不鬼的 你说 所以黄光玉出来之后 你说正常 我觉得不正常 出来之后就开始 送扬共产党 这个实在是 令人感到可笑 本人认为 其实 他这样一做 我认为对民营企业家 更不好 你想民营企业家 都变成两面人了 变成两面派了 表面讲一套 心里想一套 就像黄光玉 我不相信 在他这个 心灵深处 对共产党有好印象 跑到监狱里去 你想走一圈 我记得我 没入狱之前 和杰瑞的想法 一点不一样 那时候看着 共产党的天 都是光明面很多 对不对 否则就不能 批评伯雪莱了 就是因为觉得 伯雪莱做的不对 做的不好 就是和这个 光明面形成反差 这眼里容不得 所以书生气 才写文章 对不对 黄光玉一样 他过去可能在半期的时候 更多的对这个 攻减法事不了解 还以为司法是公正的 这下进去走一圈 从这个 这个积压 判刑 完了 偷牢 最后就 劳改 减刑 假释 再释放 看到这个社会 发生多大的变化呀 是不是啊 心里 这么讲吧 不可能对共产党有好影响 除非 你共产党真的 这个 给这个案子 是平凡了 说我们做错了 错在什么地方 真的给这些 冤家村 遍地 冤家村 都平凡了 民营企家 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对吧 那才能 认为你共产党改革了 搞这个 这个司法改革 但是哪有改革 现在抓的人越来越多 改革是 温之于遍地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 黄光玉这种举动 是极其不正常的 他最不正常的是什么 他现在啊 很可能 这个他给这个 更多的民营企家 西林 偷下一个很大的阴影 就什么呢 就靠假话生存 就骗 这个司当然 你就维持着统治 会一天算一天 但是假如有一天 发生 社会发生 动荡 裂变的时候 这些人 包括 这个马云和黄光玉的人 到那时候都变成一面人了 那就是共产党 一夜崩塌的时候了 对不对 所以本人认为 这个黄光玉出的这个表现 不值得去赞美 这一种悲哀 作为人要诚实 你怎么想就怎么讲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 这个社会搞这套东西 着实经非 今天这样 明天那样 翻手为云 覆手为云 指路为马 徐子旺法 你把这社会 不是搞乱了吗 是不是 所以看到这个黄光玉 当年 你想这么有名一个人 这个 国美奠气 赫赫有名 你想 从天上 这个落到地下 现在从地下 共产党还想 给这个扶起来 大个点 再升到天上去 搞得是非 是和非 人们也分不清了 罪和非罪 也没有划清界限 所以这些原则性的问题 也没有解决 只是把它当成一个 共产党利用它 成为一个 被党改造好的 成功改造好的样本 再想用它来 再继续欺骗 这个中国民营企业家 我认为 只能是搬起石头 打着自己的脚 使这个司法 越来越没有公信力 原本司法就一塌糊涂 已经变成了 整人的工具了 现在变成了 越来越使这个 民营企业家感到恐惧 你想 所以就诞生了两面人 两面人一个图书 表现就是 纷纷的移民海外 或者是移民一半 在内地工厂企业在赚钱 然后转移到海外 老婆孩子都跑了 你想这种现象正常 对不对 这就预示着一个 大变革的时代 即将来临 就像那个地震 火山要爆发的时候 你看那小动物 眼睛都一个 六经八怪的 纷纷出逃 是不是 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那么今天呢 还把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